開始 我現在要來示範這一支柳棕梨 柳棕梨不易沾黏鐵鍋 煎蛋皮 因為我剛剛已經示範過荷包蛋 然後呢 現在我來煎蛋皮 這一支呢 是不易 這個就是素質塗層的不沾鍋 好我兩邊都先開火 這邊也開火 好我不用太大 這個中小火就可以了 好 要想一個人操作 然後我是左手拿著相機的 好 那接著呢 我這邊的蛋已經打好了 調味了 看一下齁 好囉 蛋皮 我要煎的是蛋皮 如何啊 好這時候沉洗我就關火了 好 好我們就不理它 那我就到這邊來 這邊還是有開火的 看它比較慢 這時候呢 我就把它再滾一滾 一樣再滾一滾 好 這時候就比較出來 一樣開火 可是 這邊鐵鍋 它 受熱就還蠻快的 我現在 左邊這邊已經關火 這邊還有火 好 就讓它慢慢加熱 多一點給它 因為剛剛倒太少了 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你看 其實也不太沾黏 好 就符合它講的 它前提就是因為我剛剛其實已經有先煎過第一鍋的蛋 已經有測試過我覺得還蠻OK的 我覺得還蠻OK的 不太夠的時候呢 再加一點點火就好 一下下就好 因為它關火之後還會受熱 因為它關火之後還會受熱 然後你要看這邊 這邊 那我剛剛倒過去 所以這邊會 有點沾很大 那沒關係 這邊把它掛掉 像這樣子 那其實這邊 我也是有放油 它做出來蛋皮其實也還蠻不錯的 這樣子 有沒有 粉油亮 這邊也是 這邊 這邊 那 看一下它 那邊都還沒好 那邊動一下 這邊可以動一下嗎 這邊也可以動一下嗎 不行 這邊 不要去把它吐起來 好 其實它不太沾黏了啦 只是說 因為我單手操作 我覺得還蠻 蠻不好操作的 我們先等它一下 換這邊 這邊因為我用的量比較多 所以它整個組織就比較 比較堅強一點點 那我這時候就可以翻面 好 關火 剛火有點大 所以我上色了 那這邊呢 就大概是這樣 那因為我這邊的蛋液比較少 所以它就比較薄 比較薄的話就比較 不容易拿起來 怕它破 好 算 水了 這時候 看一下它 兩邊 如果火火太夠 就記得再開一點點 但是不要開過頭 因為有時候它會 溫度向神還蠻快的 看一下哈 這邊跟這邊 好 關火 關火 開始 我們先把它再自慢一下 然後開一點點口 這邊 這邊也是 鍋 好 慢一下 好 先不要理它 好 先不要理它 然後呢 接下來 接下來 這個盤子出現了 這邊的關火 關火一下下呢 我們就把它打開 那基本上 其實 好 看 這邊 這邊是數字鋪成的 好 因為兩邊蛋液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 好 看一下哈 等一下 我怕它破掉 好 慢慢來 嘿咻 好 蠻漂亮的吧 好 再看這邊 那這邊其實 因為太厚 它鍋子是22公分 那我加的東西太多 所以 比較沒有薄薄的 蛋皮的感覺 有沒有 再翻面看一下這邊 好 這邊再放回來 這邊 這樣子 大家可以理解了嗎 其實兩隻都還不錯啦 這隻也是 你看 這個是鐵鍋的部分 鐵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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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鐵鍋蛋皮 consci damaged 也还不错 那就这样子 PQ关闭 拜拜